小学生对着镜子刷牙 前面还有一位牙医师 仔细看着小朋友的刷牙动作来评分 这是平洞县政府与平洞县牙医师工会 共同举办的国小学童结牙观摩赛 比赛分为口腔卫生尝试测验 牙线操作及避世刷牙法等项目 学童吃下夹心饼干后 再使用牙线与牙刷来结牙 最后抹上牙剧班显示剂 由牙医师进行口腔卫生检查 以检测学生牙剧班指数 评论县长周春敏出席活动 感谢牙医师工会支持 与县府共同合作推动各项健康政策 也呼吁学童们学习正确结牙 使用牙线的方法 从小保护健康的牙齿 牙医师工会平日就非常服务我们的偏乡 提供我们很多很多的义务的偏乡的医疗的服务 这次举办针对我们国小的小朋友 要来传达口腔的健康知识 然后教导学习如何结牙 还有相关的使用牙线的方法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 今天有28个学校 216个小朋友来参赛 我相信在我们专业的 屏东县牙医师朋友的协助下 我们的小朋友从小就能够习得 这个口腔健康的知识 然后学习到如何来保护健康的牙齿 这场结牙比赛不仅是各校间的竞赛 更是各校口腔保健成果的展现 参赛学生们除了展示平时所学的 口腔卫生知识及结牙技巧外 卫场旁也陈列了各校制作的创意海报 呈现校园口腔保健的成果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比赛呢 让小朋友养成正确的结牙习惯 然后降低他们的取殖率 那目前已经从20年前的 8成的猪牙率 向到目前大概3成左右 已经明显显著的改善 那希望能够小朋友减少猪牙 不影响他们的咬合 咀嚼美观 我们的口腔的清洁 对一个人的健康 慢慢的大家都知道 是有它的重要性的 有了很好的口腔的清洁 就会有一个后续的健康的身体 所以我们也就经由 这一次的国小结牙比赛 来从小来为小朋友砸根 来从小来帮忙小朋友 建立良好的清洁的口腔的习惯 此次参赛组别夾组为一班学校 以组为全校六班以下的学校 夾组金牌由黎明国小赢得 以组金牌为海滨国小 县府表示 优胜队伍将代表屏东县参加 今年全国性结牙比赛 县府将持续推动口腔卫生保健 将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 融入民众日常生活 记者张如云 刘建荣采访报道